在我们面对着这种 选对党无理的功绩的时候呢 我要送给大家两个字 第一个是建 第二个是才 建什么呢各位 是建设 马华工会向通过各种建设 来确保我们进行为民服务 我们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不管政经文教各领域的 我们一马当先 我们成为整个国家改革的先锋 这就是马华在建设方面 继续做出努力的一个重要的要点 我们要拆穿反对党的各种谎言 我们要迅速的拆穿反对党的 虚伪的面积 我们要确保人民能够了解 反对党的各种作为呢 都不设计的 包括反对党的各项承诺 BTPTN 高贷金 我们的豆的 还有这个所谓的四千块的 这个人民的收入 各位这些都是空投资票 这些都是假惺惺的 捞选票的一些做法 作为负责任的领导 我们必须要拆穿反对党这一些行为 那么反对党给有拆 反对党的拆呢 就拆了仔肚厂 拆了这个豆后村 拆了庙 他三拆 在北马里讲三拆 大家就知道这是反对党的说法 反对党呢 在过去这个所谓的行动 民连政府那么所做出的这种猜到人民各方面的这个不变